斯花拉有兩段留言給我 我讀其中一段,然後講講我的看法 他就說,葉佬,借你回應 現身處現在的自由世界之中 本人感覺到個人的醒覺非常重要 現代人的世界越來越像一個原始森林 一個不小心就成為陰謀詭計的點心 最明顯就是比特幣的圈套 貿易投資者大部分都血本無歸 本人察覺到傳媒的消息 越來越多的陰謀詭計推薦給讀者 而且說法頗為偏頗 混亂非常,一不小心就被麻木及引導 本人覺得身處性色的紅樓之中 第一,要對大眾的傳媒消息有警覺 第二,要對人的心思維有警覺 第三,要開闊眼界去吸收知識 第三,要向善知識的請教 接著他就問我關於巴士安甜味劑的問題 那我就不懂得回答 所以我不讀了 因為我本身是... 沒錯,我是讀物理的 但我不是讀生物和化學 所以我不敢對食物有什麼見解 至於健康問題 我們有機會說說我的看法 在這裏就先回答了這個訊息問題 我就很同意施瓦拉說法 就是我們要提高警覺 要對那個訊息 要做多些的多方去研究考問 因為現在的確在這個資訊紅樓裡面 很多很多人亂說 譬如前一陣子我看到一個 在網上的TV show 叫做TV show 在TV show裡面找了幾個所謂專家 說到底印度會不會追得到中國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就介紹一些數字出來 我一看這些數字我就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他用的數字 跟我平時見到的數字完全不相同呢 他就說到那時是2010年 2011年他就給了數字 中國當時的GDP是10個Tillion 我們知道中國當時未到10個Tillion 而他就寫了印度的GDP是5.8個Tillion 差中國很少 但是目前來說 就算是2014年 一般接受印度的GDP都是1.9個Tillion 所以離開5Tillion相差很遠 另外他就寫了在2010年的時候 GDP的增長錄 中國就是10.3 印度是10.4 這個奇怪 我好像從來沒有聽過 印度的GDP超過10% 所以有了這兩個數字之後 那些嘉賓就不知為什麼 基於這兩個數字就大善好論了 就說中國比印度好 就因為是少少的GDP增長和變化 當這個GDP增長變化逆轉之後 印度就會很快追蹤到中國 估計是2020年就可以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相信這些數字 也不相信這個看法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說過 而今天中國的GDP超過了10Tillion 印度1.9 未夠2Tillion 相差5倍左右 相差5倍 如果你要回幾回 就要回兩回多一點 就算印度和中國的GDP相差7% 就要回10年 就要回20年 就要回20年 20年會比較多 但如果你要超過中國的7GDP 今天中國的7%GDP 就要14%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 第一 印度GDP未曾試過超過中國 等你超過了再說 你的GDP比中國多幾多 你追不到上之前 大家跑的速度都未同 至少大家要跑得那麼快 然後才可以追到別人 再跑別人去頭 你跑得不快 所以這兩種例子 在市場上更加多 當然是世界日論 大家也知道 2000年時又說過一次 然後2012年又說過一次 現在又說2015年3月份 中國的經濟會爆了 我看不到有何可能 中國經濟會在2015年3月份會爆 奧巴馬準備在他重任之前 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我盡可能都是利用數字 作為我的討論基礎 當然因為我自己現在 沒有做直接對數字的搜集 我需要靠在網上找到數字 所以我整天很希望 各位如果你們覺得 我說的東西是有問題的話 最好就跟我說 就是用數字跟我說 例如 我說中國是10億元 你說不是 你說多少 你就說你的 source 然後大家把 source 比較一下 至於你說 我叔叔在中國做生意經濟 那個生意不好 這些相對的事情 你叔叔生意不好 可能是他的行業問題 也不等於整個大經濟 所以我不相信 我不太看重 一些個別的事情 當然你可以說 中國的經濟全部是做數的 當然所有國家的經濟調查 都是經過人手去處理 到底處理有多少 加加減減這些 adjustment的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 中國的本地幹部 升級 看他們的GDP 其中一部分 看GDP 所以我相信 他們很緊張 GDP的進角度 可能有人手去改 也不奇怪 但我很相信 那個進角度 對中國本身 整個計劃 怎樣走哪步 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算他公開 不可能搞好 他都一定有真數字在手 我反而相信 今天的中國 不需要騙人 在GDP的數目上 如果你可以解釋 有什麼理由 他會騙人 就告訴我 所以我很同意 CY的看法 就是我們一定要 對訊息 要小心 而且在分析訊息 最重要是基於 一些所謂可靠的資料 當然有可靠的資料 如果你是真的 直接有數字在手 當然是最好 像我這些退休人 根本沒有這些 直接數字在手 唯有就是看一些 比較上可信賴的地方 例如看看 Rail Data 聯合國的資料 或者 我都比較相信Wikipedia 因為Wikipedia 是Open Source的Encycopedia 如果你寫錯 很快就會去改 所以我比較相信Wikipedia 至於其他 就是要再看幾三個數字 大家看看是否一起 吻合 如果吻合的話 相信 就算坐也不坐得多遠 都是在那個範圍之內 很多時候 我的討論 都不用說到 你要一個先對 兩個先對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大數 對 大方向對 這是我興趣的地方 所以我也很同意 小阿拉 你看看 我們現在 因為訊息太多 太流行 對訊息的處理 一定有一定的警覺 才行 你沒有警覺的話 很容易被人誤導 一誤導之後 一個概念 入腦 很難 但一入腦 後 拔出腦 就更難 所以 如果你入了創思想 入腦 你要拔出腦 需要多大力量 也要看個人的疲性 有些人 入腦 永遠拔出腦 我教過書 我知道 所以 但有些人 很容易拔出腦 兩種人都有 我屬於那種 容易拔出腦 你給我 你給我 你給我實際 我就可以 哦 我錯了 錯了 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有些人不行 有些人 完全不能接受 我以前說錯話 他們完全不能接受 但有些人是可以的 我屬於一個可以的那種 拜拜